近年本澳居民日趋重视仪表 更希望有一张时尚专业的人像照片 给予顾客信心 从事造型设计工作20年的逢之见 希望为顾客留住最尾一刻 在原有造型设计基础上 颜外投资创办摄影照相馆 并与化妆师、摄影师合作 为顾客提供专业的造型、美妆服务 结合韩式拍摄风格 创办独特的造型设计拍摄一阻式服务 顾客包括企业客户及专业人士 经营半年收支平衡 现时已有盈利 我创办航摄影馆的时候 我发觉我们的摄影服务 在市场上没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我就参考了国外的新兴行业 发现很多行业都有Costover的经营手法 互补长短 所以我就将发型屋Costover航摄影馆 创立新的经营手法 韩式形象改造摄影服务 这个服务帮助很多人 拥有一张更有自信的照片 以及一个全新的形象 澳门青年企业家协会表示 今期个案除了形象设计及发型之外 再加入韩式摄影作为店铺的增值服务 所以严格来说 不属于跨业务发展 是在现有基础的业务上增加服务 盈利和业务多元化发展的机会 在业务营运方面 由于这一类型的形象设计和摄影服务 顾客都是希望有个人化和私隐性的服务 所以现在预约的形式十分可取 也可以有效地分隔开不同的客人 在未来拓展方面 其实现在是一个寻找地铺的好时机 因为今次的疫情关系 导致租金已有一定幅度的下调 其实在疫情之后 我们的生意没有受影响之外 也有上升的趋势 我们的客人都是以澳门人为主 所以反而受到很大的益处 另外公司的服务到位 口碑也不错 所以客人也会介绍朋友来找我们 也会令我们公司的业绩稳定上升 中人中小企服务中心表示 负责人在打造造型设计 和摄影相结合的品牌方面 认为是有效的 主要是归功于负责人的造型技巧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负责人过往也有积极 和其他企业以及特定人群接触 往后可以持续开展新的客户群体 包括文创、艺术方面 这些人群均以青年人为主 对公司的客户开拓将会有显著的效果 最后公司往后的持续发展 都需要资金投入 可及早了解银行的一些资金周转融资方案 微与筹谋 为公司发展打效稳健的现金楼基础 我们和其他现场的工作室 或者传统的现场铺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提供整头发的服务 结合了发型屋和影楼的一个工作室 我们平时主要是提供证件照 例如CV相 专业颜像相 这些类型的拍摄服务 而客人想有更漂亮的发型 他们可以同时预约整头发的服务 例如演发、变发 之后再化妆影相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刘丁杰博士表示 本次案例企业公司 将组型设计及摄影馆概念融为一体 未来还想结合咖啡厅 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疫情之下仍然有不错的表现 值得高兴 韩式摄影风格一般被认为 能拍出时尚、端壮 但不失个人风格的感觉 澳门很多专业人士 包括从事地产、保险、金融业的职场人士 都颇为喜欢 很多企业的人力资源部 对于大量员工集体制作证件时的 照片品质要求很高 所以会需要专业的摄影服务 建议而多开拓商业市场 尤其是政府、社团 以及企业的团体订单 社会和公司经营的模式 转向了网上的世界 而一张头像成为了 认识你或者你公司的第一个印象 所以一张属于你的相片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张相片可以代表你的专业 所以我相信 未来我们的公司 亦都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